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圣诞发财 新年进步 今天当然是主圣诞大餐 跟我来 材料有猪肋骨 这个是土味的意大利黑醋 面包糠 比奥米斯特 芥辣酱 番茄仔 和花絲 首先我们这个猪排骨 就是这个肉 我们通常都是冰鲜的 急冻了 我们就要把它解冻 这个已经解冻了 然后我们第一步 当然是洗净它 然后我们就加些调味料给它 其实我们要用一个很简单的调味料 因为稍后我们还不会加其他的 首先加一点盐 两面 和黑椒 其实如果你喜欢的话 还可以将这个猪排骨 把它切到好像一个羊架 这样的样子 吃的时候 当你派对吃的时候 你一条条割开它 拿着吃就好像很漂亮 很方便 你又可以包到锅子里 至于如何把它切成这样 其实很简单 我们在幼的那边 着手 就是把它这样割 在每一条骨中间的屁股上 用一把刀 先刺穿它 刺穿它过去 后面 那你就会看到一条条刺穿了的那边 然后呢 我们在这些那边 我们沿着那些虚扇 用力点去割它 因为呢 其实这把刀是不会割得断那块骨的 所以你割得它大力点也无所谓 那切开了那些膜之后 你就可以用手 把它 嘗試把它滑出来 到最后 连着骨的部分 就用一把小的刀 一路把它刮 好了 那我们起了肉之后 我们就在这个上面 加一点油 然后搓均匀 那当然了 你要看一下 你那个 你有没有这种坑纹膜 坑纹的煎炭 那其实你看到 这一块 根本是不能放进去 那当然你就要把它切得细一点 然后呢 我们轻轻在表面上 把它煎香 我们现在呢 其实不需要煎熟的 我们只不过要把它的表面 煎香 然后让表面那边呢 有一些一条条的坑纹在里面 但是其实下一步呢 我们都会再铺 一个酱汁上的椰菜 拿去烤的 那我们煎香了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了一个这样的样子 有一些这样的一格格的坑纹在上面 煎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下一个程序了 就是将这个芥辣 Dior Mustard 塗在煎香了那边 那其实我们要多些都不怕的 因为我们呢 下一个步骤呢 就是用这些芥辣 黏着面包糠上去 令到它有那个脆脆的面 和金黄色了 那所以如果你塗的芥辣不够多呢 最后呢 就黏不到那些面包糠了 狠狠地塗 塗完之后呢 我们呢 就可以卸面包糠了 撒面包糠之后呢 轻轻压一下它 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 将多余的炖出来 然后呢 就拿去烤的了 烤东西的 非常之重要的一环 就是 你要首先 预热了烤炉 我已经将烤炉 预热了去180度了 那现在呢 我就可以把它 放进去烤了 大约烤它 我想 20分钟 看看它熟不熟 那然后呢 如果它熟了之后呢 那就搞定了 那这个时间 我们就做好这个酱汁了 那这个酱汁呢 那这个酱汁呢 的主角呢 就是这个 透味的意大利黑醋了 那我们今天呢 就选了这个卷叶的 巴士尼 即是番茜 其实你用平叶 那一只 有一只呢 那些叶是扁平的 那一只都可以的 那我们首先将这些 巴士尼 捲起它 接着我们就把它切了 切碎了 那我们放在一边 然后呢 这些车尼茄 我们就把它切开一半 因为你不把它切开一半 其实你煮的 都是这样的 它不会说 很容易爆开 或者煮很久 它也不会爆开 那待会我们把车尼茄 又可以放在旁边的半碟 那就 非常之好了 接着我们在一个 可以煮汁的平底锅里 我们下少许 少许 油 下去 之后 放些番茄煎 在那里 在这些油里面 现在闻到一个 很香的番茄味 那我们下少许 水 少许可以了 我想大约三四汤匙 大约三四汤匙 那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 下这个 土味的意大利黑醋 哇 真的超香 这个 大约两汤匙 大约两汤匙 那由于我们刚才加了水 那现在呢 我们呢 调一个转慢一点的火 将它 将汁呢 reduce 它 做到它 煮干 煮干 一点 那它稍后呢 我们就可以下了最后这些番茄 下去了 那这个汁呢 就完成了 那现在 只要我们等下 那个猪肋骨 搞定 我们就可以将 这个 这么有圣诞色彩的汁 呢 拌在这个顶上 那就完成了 看一下猪肋骨 搞定了 那个猪肋骨应该差不多了 我们先开头看一下 哇 那些面包糠呢 已经全部变成金黄色了 搞定了 就可以呢 将这个猪肋骨 上碟了 我们就将这个 这个酱汁呢 放一点 拌成一行这样 然后为了告诉别人 这个酱汁里面有什么 我们就将这个 葱姊 放在旁边 当然 你喜欢的话 都是可以拿来吃的 我自己就很喜欢 这个生的葱姊 然后再加上 车里站在那里 这样 就会成为一个 圣诞大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喜不如